在二戰後,世界很多國家都將美元成為儲備 意味著美國可以印製銀子後,就可以在其他國家購買它的產品 但當對方收到美金後,也會儲存在中央銀行,不會用 所以,即使美國不斷印銀子,也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所以這就是它的貨費能夠成為國際儲備的好處 自家印銀子,絕對好過去打劫 到後來,美元更加成為石油結算貨幣 每個國家都需要石油,所以每個國家都儲備了大量的美元 為了抗衡美元的霸權,歐洲各國也成立了歐盟 歐元在2002年正式啟用,越來越多人將美元兌換歐元 讓美元回漏 在美國而言,竟然挑戰美元在世界一哥的地位 就算你歐盟也好,美國也必須將你全盤拖垮 所以美國就進行了多方面的攻擊 包括煽動阿拉伯之春 使難民潮湧到歐洲裏面 歐洲各國便疲於斌命地處理難民潮引起的社會問題 並且美國還一手一腳去策劃並引爆歐債危機 使整個歐盟火燒連環船,直接衝擊歐盟國家的財政狀況 一邊歐洲後院失火,歐元動盪 這一邊美金繼續歌舞升平 所以美國這個所謂世界警察 絕對比打劫銀行的盜察更猖狂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掠奪已經不再是明刀明槍了 已經是進行了經濟侵略 而除了中國的崛起,想取代美國做一哥 美國當然不能坐視不理 美國掠奪一個地方其實有四部曲 曾經全套應用在日本身上 現在也是在中國身上想重施故技 這四個步驟就是投資、興起、金融掠奪 最後將地區化為焦土 現在我們先看看美國如何用這四部曲 去掠奪日本的經濟 第一步,投資 在二戰後,美國扶植了日本成為工業強國 但為什麼美國會選擇一個戰敗國去重點栽培呢? 因為當時日本社會是最有活力、最有發展潛質的時間 因為日本人戰後大量生育肉類 年青人夠多,薪金也夠便宜 所以美國就大舉投資日本的生產業 第二步,興起 短短十年間,日本為美國提供又便宜又靚的產品 在1965年,日本對美國已經出現首次的貿易順差 即是日本向美國輸出的貨品已經比入口的貨品更多 之後令貿易順差每年增加,瞬間打到美國的同類行業 第三步,金融掠奪 雖然日本是美國的堅實盟友 但在1978年,當日本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的時候 美國感受到日本的威脅 下一步,美國就要進行金融量奪 要日本人將之前賺的美金通通回套出來 美國就發動了貿易戰 包括限制日本出口 加徵關稅 指控日本反傾銷 甚至要求日本開放不同行業的市場 進行結構性的開放改革 這些是不是似曾相識呢? 沒錯,就是今天中美貿易戰裡 美國對中國所用的招數 最終,令日本崩潰的一個金融手段 就是在1985年 美國逼令日本簽署廣場協議 令日元升值 之後短短的三年內 日元升值了九成 第四步,招逃 一個靠出口賺錢的國家 面對自己貨幣升值的時候 會有什麼後果呢? 當日元貨幣升值 日本的產品對外國而言 就已經加了價 導致更加少人買 出口就減少了 同時,日元升值 日本人的購買力也增加了 就會覺得外國貨便宜了 入口也增加了 後來,日本泡沫經濟一爆破 經濟大跌直至今日 跌入了漫長失落的30年 到現在,日本已經不再是一個威脅了 所以這場美日貿易戰成為借鏡 讓我們今天可以理解到中美貿易戰 中國也正在經歷這略奪的四步局 第一步,投資 第一步,投資 中國的經濟起飛 其實只是日本戰後的翻版 當1976年 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蠔劫之後 中國開放改革 成就了中美建交 當時美國就對中國投資建設廠房 第二步,興起 在1985年開始 中國取代了日本 為美國提供大量廉價貨品 成為美國所耕種的另一塊田地 但這幾十年間 日本製造是被中國製造所取代了 中國一躍以上成為世界工廠 到了2010年 中國更加超越日本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 也因為這樣 隨著中國的崛起 在近幾年 更是一改以往的韜光養貴的原則 開始向外走出去 希望爭奪成為世界第一 目標就是在2025年成為製造大國 目標是中國製造2025 亦都提出一帶一路 第三步,金融略奪 每當一個國家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時候 美國下一步就是會進行金融略奪和焦土 重施對日本的經濟手段和打擊中國 要中國將以往賺回來的血汗錢 全部回吐出來 在2018年 美國向中國開徵關稅 打響了貿易戰的第一槍 美國更加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 而這樣 華爾街的大惡可以藉著金融武器 賺走中國的金錢 當然 中美貿易戰其中一個最終的目的 就是迫人民幣升值重演日本的慘劇 令中國因為人民幣升值 導致出口減少、入口增加、加速經濟下滑 當然 美國早已預備好其他國家 成為往後30年服侍美國的世界工廠 早於2017年 特朗普已經開始撤資中國 也將生產基地轉到其他東南華地區 在一個國家最容易受打擊的部分 就是失業問題 假如中國在今年大量廠房倒閉 外資撤走的時候 不單只會造成外匯流失、經濟倒退 亦會出現大量失業大軍 影響無數家庭生計 直接衝擊社會的穩定性 直至2018年年底 中美貿易戰已經令到500萬間公司倒閉 1000萬人失業 這亦是為何中共領導層 不斷提及陸運當中的穩就業 第四步 焦土 在過去的阿拉伯之春 莫里花革命兩者的共同引發點 其實都是大量失業人口 導致社會黎默著隨時爆發的不滿情緒 只要少少火花 就可以引爆整個社會 在美國對於中國的全方位攻擊中 藉著貿易戰、貨幣戰 令中國經濟迅速下滑 造就失業大軍 當失業者的家庭落入生活困難中 連鎖反應 社會必然將矛頭指向掌權者 香港在美國這個奇局中的角色 就成為了最佳的火花 在另一波反政府示威的浪潮裡 可以引爆整個中國的不滿情緒 令到美國可以不費一兵一卒的情況裡 令到中國從內部開始瓦解 讓中國落入失落的30年 甚至倒入無優子的革命裡 之前有一條過百萬click的影片 叫做《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12個步驟》 裡面指出《香港佔中事件》 背後其實是由美國之助 打算以革命的浪潮對付中國 可以想像 假如幾年前的《香港佔中運動》 學生嘗試借著破壞自己的城市 而可以逼讓政府屈服的話 作出讓步的時候 對於一何之隔的中國而言 那些已經一直潛伏在全中國的大叔和大媽 他們會怎樣做 你想想 現在的中國大叔和大媽 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 他們也是曾經打著反革命的口號 到處破四舊、立四身 打破一切中國傳統流落的道德規法、美德和操守 甚至用暴力去批鬥自己的父母、師長、上司、鄰居、朋友、致死 在今天他們的部分已經成為了中國的步伐戶 這些crazy rich Asian 都世界各地去搶貨 但是當經濟不穩 加上受到革命的煽動的時候 他們將會比香港的學生 比香港的佔中運動更加兇狠一百倍 香港是一個最自由、最容易受煽動的地方 所以假如美國能夠成功在香港製造下一波的黃絲打 當中國經濟不景 示威蔓延至中國之後 成為另一個阿拉伯之春 橙色革命也不是天荒野譚的事 原因是香港是有著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 另一方面也是各國進入中國的橋頭堡 其實香港是很像一套電影《北非間諜》的間諜之島 摩洛康卡薩布蘭卡一樣 其實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香港已經成為了有名的東方諜島 國國的情報人員、間諜都會集合在香港的活動 而中美雙方也視香港成為國力場 所以假如美國想對付中國的時候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以香港成為達國石 因為美國的CIA、FBI和其他情報人員 是可以自由進出香港的 甚至是作出部署 是將香港成為中國招討政策的一個人爆點 按照現在的局勢 美國對中國的攻擊已經處於第三步和第四步之間 中國已經是見招拆招 不斷地應對美國的貿易攻擊 而香港的角色也是這場中美角力的關鍵點 在中國陷入政局崩潰的導火線 所以看到這段影片的你 請你分享出去 讓中國人、香港人知道美國的陰謀 千萬不要觸發最後一步的招討 破壞一個城市是很容易的 但建立一個城市是需要幾十年的 當然當一個城市被破壞之後 是否可以在幾十年裡重拾昔日的光輝呢? 更加是一個疑問 周圍毀 周圍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